中国H7N9禽流感疫情持续蔓延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统计 感染H7N9禽流感已经有63起确诊病例 其中有14个人死亡 原本只有一起确诊病例的北京市 在周一宣布确定另一名4岁男童为H7N9代源者 不过这位没有发病的代源者 他和北京第一例H7N9禽流感确诊患者 两个人是邻居 再度引发外界对于H7N9 是否已经出现人传人的疑虑 周日晚间北京4岁的竹性小男孩 被验出感染H7N9病毒 不过没有发病的现象 自从北京市发生第一期H7N9确诊病例后 被曾接触家庭的人群进行筛检 发现4岁竹性男童 竟然是H7N9无症状代源者 外界怀疑小男孩的染病 是不是说明病毒已经有人传人的趋势 它是我们第一次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人群当中 发现病毒的携带者 我们还有两名密切接触者 也就是患恶的父母 在继续接受一些观察 目前无临床症状 H7N9病例至今已累计至63宗 14人死亡 死亡率达22% 无症状代源的出现 是否会让疫情传播更加隐蔽 而突然间爆发受到关注 目前北京超过58万人口 暴露在H7N9的高度感染危机当中 现阶段官方仍维持两例确诊的数字 新唐人亚特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